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讲到第二部分,就讲到《勇抗受敌》 还是以斯拉记 在那个时候,回国的以色列人就以为 圣殿的纳助基成功在望,和神恢复了甜美的交通 这个局面就令到他们欢喜约狂 就好像今天有不少重新和神和好的人的心情一样 以为一切是困难都不复存在,前面是一个光明的大道 我们若是这样想的话,就会有错 人类历史内从来没有一件为神建立的事工上 是不遭遇受敌攻击的 而这些攻击通常是暗暗地进行 我们不拆,任它是得势的话,他们就会坐大 从而发展成为公开的难阻 那时候的应付就会十分麻烦 昔日在巴勒斯坦地重建圣殿就是这样 四章一节里面有讲到敌人谋阻建殿的工作 他们分为三方面进行 第一方面就是假意和犹太人结盟 就是说请容许我们和你们一同建造 然后就是公开和犹太人对抗 那地的文在犹太人建造的时候令他们的手发軟 第三种就是长期和犹太人作难 就是说从波斯王鼓裂期间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 溃买谋士要败为他们的谋算 以上三项阴谋当中以第一项最为阴险 但他们失败了 但在建殿的这个工程上面 有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值得留意 就是尽管是犹太人站稳了 但是令到敌人是有一个短时间的性 他们令到建殿的工作停了达到十五年那么久 这个期间犹太人就心灰而懒了 这个告诉我们 即使我们雄心万雀以为成工作 千万不会兴奋到连仇敌撒旦都事若无睹 这是很危险的事 我们的口号是绝不妥协 在我们思想上也要装备好 永不灰心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神是要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 祂就会令到很多事 来临到我们身上 就像雅各书大将在上面所说的 而神会兴起先知 在犹太人都忙于自己 要建自己的天花板房屋的时候 神兴起他的先知哈凯和撒加利亚过来 以色列人再次听到神的鼓励和安慰 他们的说话就像在山里回荡的木讷一样 要让他们知道神仍然去到中间 他们立刻恢复了建殿的工作 这和今天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先要明白昔日的先知们 就是代表着神向纳约的子民说话 要注意的是神如何在危难的时候 而兴起他的牧人来附危解困 旧约时代的先知和新约时代的使徒们 都是随着时代要消逝的 我们有了全部的新约圣经 实际上要对我们说的东西都全部都在里面 我们熟灵的生命 以至到侍奉的一切历程都记在里面 他有一个富有使命 就像昔日的先知哈凯和撒加利亚一样 当我们为神工作而遇到的敌人 当我们爱心开始冷淡的时候 甚至准备放弃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要捉紧神说话的时候 而一个就是胜过仇敌的不易法援 也是达至到最后成功的方法 求神帮助我们学会他 第三就是全部员工 真是为神而做的工永远不会失败 这个就是神对我们师父的启示 也是重建圣殿所显明的真理 就是在大利乌王的第六年 亚达月初三日这个殿就起承了 见天殿的时候他们的喜乐是无以复加的 他们守月月节和随交节 在里面记我们已经说过 这是预表救恩的交通 因此仇敌虽然凶猛 圣殿到底要完成 神的子民仍然一样胜利 在我们的救主名下 信心的工作 永远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没错 信服的结果就是胜利 信心的结果就是仇敌的羞愧 所以重建圣殿的史实 要显明给我们看 我们看就是 这个道理 对我们今天侍奉的神的人来说 岂不是永记心头呢 好了 等我们再重述一次 就是这个六点的重要 第一就是重回救地 第二就是重修祭壇 第三就是重建圣殿 第四就是涌抗仇敌 第五就是兴起先知 第六就是全部进攻 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 就是返回纳约的基础 要再度效忠于神 要有事奉和见证 事奉和见证基本上是生活 第四就是信心上的历练 事念 第五就是需要神的话语 要读神的话语 明白神的话语 当中接受操练 而第六就是信心的海船而归 这样我们就可以涌抗我们的仇敌 好了 先说到这里 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 关注